桂竹笋采收后必须先剥壳再分段 再拿去水煮后才能够保存跟贩卖 农友表示食用料理上桂竹笋又分为台语说的孙公和孙妹 孙公适合用乳的或红烧 而孙妹比较嫩则是适合用炒的 我们孙妹一般炒就是 有的喜欢吃大的你可以炒辣椒 加点那个也可以炒辣椒 再来你可以炒豆瓣酱 卤菜也很好吃 孙妹一部分 炒个人的口味去炒 孙公呢 孙公他吃的话就是他可以用红烧的 用三棘子 三棘子也放红烧 三棘子蚝油的卤肉 卤起来它脆脆 很好吃 很好吃 它口感也很好 好吃的基隆贵竹笋又进入四到五月的盛产季 不过因为贵竹笋的处理程序相对反复许多 因此农友必须呼唤家人亲戚一起来帮忙处理 贵竹笋我们的产季现在已经开始 就是从四月初一直到五月底 差不多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期间 这时间是这样的 这时候是生产期的 因为整个孙就是自己很不一样就是 我们回家还要剥皮 还要剥皮 还要处瓜鱼 处鱼 处鱼 处鱼就是 这个孙公 这个孙鱼 这个孙鱼 它吃的口味不一样 有人要改孙鱼 有人要孙公 齐鱼区文良休闲农场老板李文良表示 因为贵竹笋的笋管跟笋尾价格不一样 如果来他们这里购买 还可以提供真空包装的服务 好看保存期也更长 相对价格也会再高一点点 当然孙公 孙公 它的价格比较高 孙公 它的价格比较高 我们差不多一斤差不多百里块 这差不多一百块 这我们可以为客户 帮它真空包装 这斤并百三块 一百三我们会帮它真空包装 一般包装就是一斤百里块 真空包装可以放更久是不是 真空包装可以放更久 你如果放两场 真空包装 可以放十多天 十几天 也可以冷藏 也可以冷冻 真空包装也可以放到冷冻 冷冻就放整年也没问题 瞬间季农市休闲农业理事长的 季农市议员张耿辉表示 季农产的贵竹笋品质高又好吃 欢迎大家把握盛产期 来采买新鲜好吃的贵竹笋 程度我们刚才李文良所讲的 只有短短的大概六十天左右 那我们基隆市的贵竹笋 与一般的县市的贵竹笋完全不一样 口感又清脆 然后煮起来能够一个香味 非常香 然后加上刚才我们文良所讲的 不然是炒肉丝也好 还是一些肉酱也好 炒下去 酸 葱 辣椒 哇 下去不得了 真的很好吃 然后这边比以往 比我们一般的县市比较 稍微贵一点就是我们这边的品质 比较好 口感也比较好 所以说也呼应在这边 多多给我们休闲农业业者 来多给我们促销 谢谢 不但贵竹笋进入盛产期 农友李文良表示 不同品种的山药 现在也是采收期 煮汤特别好吃 欢迎大家来购买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